大家好 今天是8月5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3,834人確診 目前仍然有351種活躍個案 9人需要住院 其中6人在心涉治療暴留醫 省內今天沒有新的疫苗報告 累計人數維持在195天 而有3,288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今天沒有新的醫療護理設施 或者社區地點爆發疫情 目前疫情持續的醫護設施仍然有3間 而社區爆發點仍然有2個 省內也持續出現暴露於病毒的事件 另外超過80個本省的醫生 簽署了一份公開信 支持省府強制要求省民戴口罩 公開信陳述最新的研究報告 指戴口罩和其他遮臉的措施 可以有效地控制感染源 並指只要有60-80%的人戴口罩 就會明顯地降低病毒的傳播 另外也沒有證據表明 使用口罩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公開信建議在室內、人群聚集的地方 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必須戴上口罩 但是不建議以處罰的方式 執行這項措施 反而是以教育的形式 令民眾了解戴口罩的重要性 東岸疫情方面 安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39,714人 而灰省的最新數字為6萬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118,187宗 疫亡人數方面 安省至今有2,821人死於疫症 灰省有5,687人死於疫症 全國的疫亡人數達9,002人 Dokson是麻省理工畢業生 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為中學生長線規劃申請美加大學 親自教導學生所有申請大學的必修課程 16門AP和SAT 學生多被著名大學錄取 詳請請諮詢604723-9890 蘭尼市校區澄清說反口罩組織Hands over Mask的活動 不會在蘭尼市的學校區域舉行 Hands over Mask的組織在宣傳廣告上說 活動是有音樂、美食、沒有口罩 並說鼓勵大家擁抱 蘭尼校區就表示說沒有任何學校的場地租過這個團體的紀錄 不過雖然組織網站上沒有公佈在蘭尼的活動 但是組織計劃星期日在蘇利市的荷蘭公園舉辦類似的活動 採取最好的部分在每一瞬間 甚至晚上 你能找到故事 在故事 Huawei P-40系列 加拿大航空運輸安全局今天證實 溫哥華國際機場的3名西查人員 在新冠病毒測試中呈陽性反應 當局的發言人Sandra說 溫哥華國際機場有700名西查人員 其中3人的檢測結果是陽性 不過局方就沒有透露 這些工作人員是何時被驗出陽性反應 他們又是否與乘客或其他員工有接觸 以及這些病例是否與航空公司有關 由6月3日以來 已經有36班進出溫哥華國際機場的航班 被查到攜帶新冠病毒 7月30日開始 包括溫哥華國際機場在內的全國四大機場 對於所有離港乘客都會進行體溫檢測 而加拿大航空運輸安全局就說 這個結果對於機場的篩查工作沒有影響 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坐天氣還有超級優惠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 Chartland聽力中心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上半年受疫情影響的大溫樓市 到了7月完全改觀 還創下了史上7月最高銷售的紀錄 大溫地產局今天公佈 7月房屋銷售統計指出 上個月大溫房屋銷售高達3128間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3% 比6月份的2443間大幅增加28% 今年7月的銷售量更加超越 史上7月的銷售 上個月的房屋銷售比最近10年 7月平均數字高出了9.4% 7月大溫的MLS基準樓價為103萬元 樓價較去年同期增加了4.5% 比6月增加0.6% 飛沙河谷地產局也是剛才公佈最新的數字 上個月房屋銷售量高達2100間 是史上7月第二高紀錄 地產經紀對於7月大溫房屋銷售表現這麼好 並不感到意外 地產經紀Angelina Lin說 主要本地買家他們認為說 現在這個房市已經到了他們認為可以接收的點 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或者甚至一年裡面 它不會有太多的這個 比如說大的浮動 比方說大的降價之類的 他們覺得是入場的好時候 這前幾個月都已經沉浸了這麼久 那現在買家他略為有一點所謂報復性的消費 碑斯省府今天宣布 撥款200萬元資助省內的政府 商業和非牟尼機構購買電動汽車 為了推動這些機構 減少日常營運所造成的空氣污染 以及絕省汽車燃油的成本 符合規格的車輛種類 包括電動的載客巴士 機場和港口的服務車輛 電動單車 低速多用途和重型運輸的貨車等 省府將以回購的形式 資助省內的機構購買電動汽車 每部汽車的回購限額 介乎於1,700至5萬元 而每個機構最多有5部電動汽車 可以獲得回購 包機公司Harbird Air 今天也藉著這個回購計劃的宣布 購買了Green Power巴士公司的電動載客巴士 並合資格申請省府的5萬元最高回購 溫哥華明報報導本地及國際最新時事 網上平台更集合最全面資訊 包括多媒體頻道 530新聞直播 更建立多個社交媒體平台 包括Instagram Facebook 微信公眾號等 分享當日新聞資訊及各種生活訊息 明報多媒體 聚焦家國 放眼全球 星期二下午 高桂林王家騎警扣押了一輛Tesla電動車 當時車在時速50公里的路段 以時速113公里行駛 報導說 司機說不是他駕駛車 而是用著自動駕駛功能 而騎警就提醒民眾 自動駕駛不是超速駕駛的藉口 數理事王家騎警說 超速駕駛 是導致致命車禍的主要原因 無論是日頭還是夜晚 騎警的交通警員 都非常警聽這種危險的駕駛行為 而上星期 就有這幾輛車 因為超速而被人扣押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報DailyF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 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hare影片 再見 雖然加拿大政府醫療官 昨天都叫大家 不要對疫苗陪有太大期望 又說就算有疫苗 都肯定是分批接種 未必人人一開始就有份 雖然說到好像疫苗將會很短缺 但今天都有個好消息 聯邦政府已經和藥業巨人輝瑞和新化公司Moderna 簽了新冠病毒疫苗合約 一旦兩家公司合作的疫苗取得成果 將會向加拿大提供幾百萬劑的疫苗 這款疫苗已經在上星期進入臨床測試的第三階段 取得初步的成果 在第三階段測試的人數將會達到3萬人 預計今月秋天可以得到測試結果 聯邦政府只會在疫苗安全有效的情況下 才會訂購這批疫苗 受疫情影響不僅人有入境限制 就連動物都一樣 卡加利動物園的兩隻大熊貓 異上和戴帽 更因為回不到中國健康面臨威脅 卡加利動物園的園長說 因為運輸方面出現了障礙 導致拿不到足夠的新鮮粥給熊貓吃 所以動物園在今年5月決定 將這對大熊貓送回中國是最好的安排 因為牠們在中國可以有足夠的食物 但疫情關係中國政府修訂了 對進口法和動物隔離設施的規定 至今中國政府尚未批准這對大熊貓的入境去可 根據在外國出身的熊貓送回中國的協議 異信和戴帽要留在卡加利動物園直至2023年 混國華明天8月6日星期四天氣預告 預測早上會大風和有微雨 稍後會轉為情雲相間 溫度最高有20度 晚上間中有雲 溫度最低只有15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截至今日凌晨零時 香港新增8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 當中的82宗是本地感染 其餘三宗為輸入個案 是連續第三天單日個案只有雙位數增鋒 其中今天一個新增個案 是一名由台灣來港的女子 她在7月27日 抵港時做測試呈陰性 但仍需要做家居檢疫 她在28至31日入住灣景國際 一度想轉換尖沙咀另一酒店 但不成功 所以打算離港 後來被衛生署人員在機場接獲 再將她送往檢疫中心 8月2日經測試後呈陽性 而機管局今日公布 今日接獲機場保安有限公司通知 一個住在高確診數字地區的機場保安 經檢測後發現呈陽性 她最近一次上班是今星期一 當時在機場1號校運大樓7樓禁區入口 保安檢測範圍工作 香港第一宗涉及《國安法》的案件 被告人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及人身保護令的聆訊今日舉行 由於律政司一方需要時間審視證據 及研究法律觀點 特首委任的指定法官周家銘 將案件押後到8月20日 屆時一併處理保釋及人身保護令的申請 被告繼續懷押 被告人是唐英傑23歲 控罪書上並沒有填寫她的職業 她今次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及人身保護令 代表她的是三位大律師 其中包括資深大律師戴啟思 大律師伍永山和王瑞雄 戴啟思是大律師公會主席 之前曾批評特首委任法官的做法 極不尋常會觸合香港司法獨立的核心 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改變 而在公民黨的郭榮鏗 並裁定競選立法會法律界議席提名無效後 有傳她是郭榮鏗的Pan B 會由她接判競選法律界的議席 這件案件的被告人唐英傑 被控在今年7月1日 在灣仔駕駛一輛 插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設的電單車 再向執勤警員 才嫌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 她早前被拒保釋 所以她今天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及人身保護令 總裁判官蘇惠德在案件初次提堂時表示 基於港區國安法第42條規定及案情嚴重 所以拒絕被告的保釋 辯方認為國安法條文令被告難以取得保釋 所以同時循民事途徑申請人身保護令 希望法庭運用她的著情權 從普通法的角度去考慮 增加被告獲准保釋的機會 這件案件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關乎國安法日後如何在香港實施 今次法官的每一個判決都可能會成為指標 今年3月在粉嶺港鐵站附近 一名23歲放射忌仙和24歲裝修工人 將貼22張反修例的相關文宣 海報內容為721不見人、831打死人、101槍殺人 以及黑警是酒狗藍絲鹽之醜 警員接報到場接獲兩人 兩人今天在粉嶺裁判法院承認一看 未經盡許移在政府土地 展示、張貼、招貼或海報的傳票罪 裁判官一度打算續將海報計算罰款 但從控方得息控罪的最高罰款為1萬元之後 最終判處兩人夠貨款1萬元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谷子喬今天出席勁哥金會一首選第一回錄影 他全場獲得最多獎 似乎保住了星夢一姐的地位 我看看他有甚麼說 謝謝謝謝 你保一姐 不是不是沒有分這些 開心 謝謝惡迷投票 他們現在很多時間上網留在家 今年的投票 我覺得是這麼多年來最多人去投票 我看到很多人都踢我 我多謝他們會投我一票 其實我每年都平常心 因為萬一沒有的話 你自己會很失落 所以我每次都覺得沒有 有一個很開心 兩個很開心 你舉手支持JW過來公司 舉手 舉手 很開心 我收到這個消息 因為我想 我早上大家少少時間都知道 我都覺得很好很好 老闆也有跟我們說 接下來JW會進來我們 這個大家庭一起去唱歌 去做更多的演出 其實我經常都見到他 因為我們都是歌手 很多時候 很多活動 頒獎禮 有時演出 都會碰到大家 不怕分薄些資源嗎 不會 不會 我覺得是 我們每個人都 我們每個人都有 我們個人的特色 我覺得我們的歌 都是適合不同的劇 我覺得JW的聲音 亦都可以唱很多 很不同類型的劇集歌曲 所以我自己是期待 挺期待聽他的歌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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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